挪威选手葛斯塔夫 戴着彰化蒲言顺泽宫的帽子 冲过终点线 夺下法国尼斯铁人三项世界冠军 让这一顶公妙帽 一戏之间变成全台最潮的帽子 深蓝色当底 配上黄字蒲言顺泽宫 帽子红到国外去 葛斯塔夫自己也在IG上留言 写着我真的爱你台湾 30分钟的电视节目 讨论我的帽子真是神奇 现在我也多了很多粉丝 帽子红了 宫庙也成了景点 有人来打卡 更有人是来索取帽子 帽子太红 以貌难求 庙方跟厂商加定3000顶 要让民众免费索取 网路没在买 一直跟我们本公索出才有 这里主寺玄天上帝 每个帽子都盖上神明观影 民众认为有玄天上帝加持 带来好运保平安 因为一场运动赛事 让彰化这座妙红了 成了另类台湾之光 县长王惠美也在自己脸书 公开邀请 格斯塔夫来台 参加彰化接下来 七场的马拉松赛事 记者陈胜伟 李梦章 蓝志怡 彰化报道